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出演SBS卡油带奖的爱补服装 引起了不分网友们的争议 大家看出来是什么问题了吗? 昨天SBS卡油带奖结束后 在论坛马上就出现了一个 昨天卡油带奖服装差别很严重的女团的贴文 内容是在说 公司故意只推抢网牛给与其他成员们不一样的服装 白色太夸张了 就好像是缩了歌手一样 还是新人 不知道团内有几个人的路人也会很多 如果出了一个人 其他人都跟舞者们服装一样很难区分的话 就会引起这样的争议 这样的话粉丝们之间会起纠纷 所属公司太奇怪了 真的,每次都只有给抢网娘鲜眼的服装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们表示 这个只是所属公司的战略而已吧 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呢? 很鲜眼是真的 但是故意让门面这样 在其他团体不也看过很多次吗? 又不是没有统一性 不知道为什么要攻击 现在现以我宁为主 让更多人认识Ivo 只有在别的歌 其他成员们也会成员Santa吧 我是非常能理解 以我宁为先锋 宣传Ivo这件事 其实这样看的话也不错啊 黑白各有特征 如果今天是其他成员穿了全白 应该又会说很漂亮吧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没有人说 为什么只给安妞进不一样的衣服跟孟子了呢? 苏大,周风 人红是废多 黑粉没... 虽然说人气爱斗就一定会有黑粉 但是近期在韩国被抹黑最多 被攻击最多的爱斗 应该就是Ivo的抢望娘了 从只用一个舞台就引起的舞台滑水开始 到傻眼的表情争议 24小时1440分86400秒 比粉丝们还都要关注 监视着一举一动 就是为了想要创造出一个争议 其实看Ivo到现在的所有舞台服装的话 除了几次之外 成员们大部分的服装都是这样 所以真的不像那个留言一样 每次都只给抢望娘先演的服装 对于SPS卡有点加Ivo服装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韩网疯狂的子鱼中短法 12月25号 TWICE开始了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首尔阵 而在演唱会结束后 韩网论坛出现了一个 TWICE单独演唱会 以中短法出现的子鱼的贴文 这个贴文突破了10万多的点击率 收到了很高的关注 真的太漂亮了 好漂亮 好有气质 粉丝们为了忍住尖叫应该很痛苦了吧 在家用手机大概看看的我也被惊吓到了 在现场看的粉丝们会怎么样呢? 哇 太漂亮了 感觉就算剃了光头也会很漂亮 然后昨天 小女友PPG的尔娜行逼也去了TWICE的演唱会 尔娜在网上留言 今天去了TWICE的演唱会 跟全世界最漂亮的孩子们一起度过了圣诞节 真的好有趣 很漂亮又很棒 歌曲也太好听了 我还故意去找着听呢 真的好想赶紧上舞台 跟TWICE前辈们一样成为帅气的歌手 哈哈哈哈 PPG确实是TWICE的后辈 然后还有个TMI 今天JYP也有来演唱会 在屏幕上看到后觉得 哇 好神奇 结果竟然是坐在我旁边 粉丝们应该知道 尔娜跟Sana 辛比根塔弦是很要好的朋友 而这次也是塔弦邀请的 所以希望你们的友谊永远不变 也希望TWICE的循环演唱会 能安全的结束 PPG能早日出道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是 昨天下午又传来了 澎湛酸的成员阿年根亲确诊的消息 而且也是以接种两剂疫苗后的突破性感染 虽然像有些人说的 一样现在得新冠肺炎就像感冒一样 治疗治疗就可以了 但是即便是那样 不管哪一位爱豆确诊 粉丝们还是会担心 也怕会有什么后遗症会留下 希望三位仇人们都能早点吼起来 也希望不要再有确诊的消息了 新 管 病 毒 игр 毒 属丝尽 肪丝尽 山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